日本人的5月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木木学姐 这书第261话已经更新 内容可以说是比上一话还要炸裂 古条老师确实回归了 只不过是和一谷二合一的形式回归 本来也曾设想过一谷会复活老师 但没想到居然是用占据尸体的方式 古条也确实是睁眼了 只不过醒来以后变成高达了 由一谷来驾驶五条出击 2.5条5已经成为了历史 一条5震探登场 这件猜笑不愧是营销大事 选择了最有流量的画法 但内容可以说是极其的硬件 学到部分人都笑不出来 只感受到了心理和生理的双重不适 一些网友甚至都开始反水 支持素挪了 就连平时稀愤极少的肖子 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素挪和一条5 即将开始领域占2.0 虎杖不就又变成战地记者了吗 那么这一期 我们继续讨论新处决战最新的战况 不过开始之前 也别忘了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不错过每期影片的更新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在第261话的开始 素挪对五条5的出现 感到难以置信 但很快他就明白了 这其实是一股操控的五条5 五条只是肉体回归了 但大脑其实是一股的 由于不能直接从老师的遗体上模仿无下线 因为没有六眼就无法使用无下线 而且六眼是体质 不是素食 无法模仿 所以才定制了这个多舍方案 在一股干掉卷锁后 有李香将他吃掉 并模仿他操纵肉体的素食 然后再由一股多舍老师 用老师的肉体来战斗 但模仿素食 只有在李香完全显现时 难为是五分钟 而且他们也并不清楚 卷锁肉体操纵素食的运行机制 那么要是过了五分钟以后 一股会怎么样 按照明明的三种说法 如果卷锁的素食 是要持续发动的类型 那么五分钟以后 模仿素食结束 蹄骨就会死 第二种 如果素食是间接性发动 每次运转一下就能维持 那么五分钟后 虽然不会马上死 但最终还是会死亡 第三种 卷锁的素食 是一次性完成的类型 那么就算五分钟结束后 蹄骨也有留在五条体内的可能 但在肉体完成转移的那一刻 模仿这个素食 就会由于断开连接而滞效 也意味着 蹄骨从此就会占据老师的肉体 也以条物的身份活着 由于之前蹄骨也被束挪的空间站 展成了两半 靠着理想才勉强能维持意识 现在能存活下去的办法 就是以只大脑附身五条物 对于这个方案 高专的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私情派的珍惜 更关心蹄骨本人的安危 热效部则是在人性 还有道德的问题方面 犹豫不决 肖子则对蹄骨要怎么做都无所谓 五条最后怎么样也没关系 而蹄骨则是他们当中最坚决的 计划甚至都是他最先提出来的 对此部分观众也表示 到底还有没有底线了 甚至还给出了恶评 蹄骨是不是有点人设崩塌了 蹄骨确实放弃了自己的人性 并且打从一开始就做好了这种觉悟 包括之前愿意给老黑下跪也是 但他并不是没有底线 而是他知道底线重要性的前提下 牺牲底线来保护大家 李梅认为现代硕是因为具有人性 害怕变强而孤独 所以很弱 蹄骨则认为两面素挪是毫无人性的生物 所以是史上最强 面对素挪就必须做到毫不犹豫的舍弃人性 变成怪物才能战胜它 蹄骨一直想让老师放下怪物的包袱 并愿意为了所有人的未来 揽下这个包袱 去当不被理解的怪物 而素挪认为蹄骨做到了 使用无条的身体来战斗 彻底抛弃了人性 所以才说是自己小看了他 但虎杖却全然相反 他也是全篇最具有人性的角色 会不假思索地去救人 所以蹄骨的会议里没有他 不光是共战的原因 对虎杖来说 使用老师尸体来战斗的这种事 是绝对不允许的 估计最后还会是虎杖 用具有人性正义的观点 打败素挪 并推翻蹄骨的观点 其实这一话 还是绕回了强孤外这个主题 五条因为太强了 和学生 甚至同事们 都存在着强烈的隔阂 永远无法达成互相理解 被大家当成了怪物 也不期盼他们会理解自己 但他不想让学生见血也好 想着要是自己输了 至少高层会是乐眼四也好 则都是五条在意学生的表现 但对于一股的请求 他却表现出消极的态度 仿佛是在回避着这个爱 五条的独白里 用了高专时期的我的称谓 说明在他的内心深处 还是高专时期的那个自己 试图改变周术界的行为 主要也是为了追上当初的下游节 像下游节一样 去把世界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模样 但他无法认同下游节的做法 所以用了自己的方式 五条心中有一部分自我 从怀孕偏走了出来 成为了现在高专的老师 另一部分则留在了过去 但很遗憾 在当老师的时光里 和学生们的情谊 并没能改变他 所以当一股让他不要再独自一人 成为怪物了的时候 五条却表示他可能做不到 他只是单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不奢望学生成为同行者 其实一股和五条两个人的形象塑造 都被升华了 只不过接见的处理方式 也实在是太过硬间了 不但整出了高峰河线五条 还化死了一股 感觉这些角色 完全就是为了出场而出场 虎仗好不容易有了主角的样子 前面打得那么汗畅淋漓 又是黑闪连发 又是觉醒玉处子 还硬扛了素挪的领域伤害 结果后面又被削弱版的素挪 一拳给打飞了 怎么一看到一条物出场 素挪就变猛了 难道就只为了强行平衡双方的战斗力吗 还有高专的态度表达 几乎所有人都在想着老师死后 该怎么打 以及对五条的冷漠 并将这种牺牲视为理所当然 搞得好像高专在霸凌老师一样 操纵尸体 之前在其他的动漫中 也并不是没有过 但是高专却像在讨论如何割肉一样 讨论怎么处理当时还活着的老师的遗体 虽然五条也说了 他没意见 但连销子都没有阻拦 让他有点不爽 侧面表示 五条也并不是完全不在意 自己的遗体被任人处理的 这不操作 可算是踩中了五腿的雷曲 不过在如此多漏洞的剧情设计下 借鉴还是硬要选择这么话 只能说 他就是想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 老师真的是凉透了 另外也再次强调了 遗谷拥有藤原和坚原两家的选脉 不知道这会不会又是什么伏笔 至于遗谷开的领域 为什么是无量空处 而不是真厌相爱 照理来说 领域是个人内心世界的具象化 又可以理解为精算 进入内心世界 而这里的精算 也可以解释为灵魂 目前来看 每个人的领域都是固定的 不存在多少别人 就可以使用对方的领域 升得领域和灵魂绑定 所以遗谷按理来说 不能开出无量空处 就算开领域 能用无下线领域的样子 也应该不是这样的 要么就是肉体式灵魂的设定 生效了 同时遗谷也通过五条的记忆 了解到了速挪开放领域的解法 如果说遗谷对标的 是定阵式 那么多色老师 就相当于驾驶出号机 五分钟老师使用时间 正好对应出号机电池续航 要是这样的话 那么五分钟结束 老师说不定顶号暴走 完美这件EVA 接见又能再话几个月了 那么大家觉得 一条物这回能干掉速挪了吗 还是速着再被来一倒 要是有不同的意见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里一起讨论 喜欢木木的 也别忘了点赞哦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